今天上午消息 首艘国产航母在大连某码头进行舰体清洁 仍未正式涂刷弦号 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示 中国第二艘航母正按照计划开展实验 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目前中国海军两艘成型的航母都已经离开了大连造船厂 不过目前来看两艘的去向并不完全相同 完成维修改进和试航的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 2月24日离开码头 并在热烈欢送辽宁舰踏上新征程的横幅标语中离开造船厂 按照一般的规律 这应该代表辽宁舰此后将在进行完相关测试任务后 直接返回青岛母港 至于尚未正式交付入列的首艘国产航母 目前还处在正式服役前的最后阶段 该舰于2月27日再次驶离大连造船厂 进行新一次的试航 当然如果要参加海军成立70周年纪念日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先进行舰艇入列仪式 并且给舰艇骑上舰号 尽管大家早就猜测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的舰号应该是17 但在试航归来之后 要在行侧和舰岛高处看到崭新的舰号 还是一件很让人激动的事情 如果国产航母此次试航归来后就开始忙着这件事 那么我们在纪念活动上看到两艘中国航母就大有希望 去日前网上公开照片来看 首艘国产航母甲板上依旧停留着舰载机消防车 拖车等保障设备和歼15舰载机直把五支模型 甲板上的三块挡验板也处于全部升级状态 目前身穿不同颜色马甲的海军航空保障官兵亮相航母甲板正昼夜开展训练 中船重工此前曾预测解放军海军首艘核动力航母在2025年前后 就有可能完成整体建造工作并正式加入部队 到时候解放军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会获得高度提升 而近日国家核安全局已经正式受理太原重工 海洋核动力平台反应堆压力容器制造许可证申请 让国产核动力航母研制充满了期待 早前美国五角大楼曾对外表示截至2030年前后 解放军海军有可能拥有七艘可搭载固定翼飞机的航空母舰